空军81飞行表演队的队员登舰参观 最感兴趣的就是武器装备 战江舰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052D改进型导弹驱逐舰 具有较强的战场感知 对海突击和防空反导能力 这次来兰卡威参展 也是战江舰首次执行军事外交任务 今天亲自来参观咱们海军的战江舰 感觉里边还是很大 然后武器装备也很精良 同样八一飞行表演队换装后的首次亮相 也在兰卡威 本届航空展他们进行了四个场次的飞行表演 六机斜金斗 四机编队横滚 五机水平开花等高难度特技动作轮番上演 给海军战江舰舰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非常的震撼 非常的猎人激动 空军的飞行表演展现了祖国的魅力 参观完舰艇后 八一飞行表演队还参加了战江舰的甲板招待会 甲板招待会是海军一种特殊的礼节宴会 是对新老朋友的答谢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中国传统美食 请大家尽情享用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宴会上 战江舰将饺子 春卷 元宵等中国传统美食 端上了餐桌 不仅让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队员们感受到家乡味道 也受到了各国官兵的好评 战江舰官兵还将武师表演 水兵太极拳和二胡演奏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目 搬上舞台 在异国他乡展现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增进与登舰官兵们的友谊 我们也是想 以这样的方式 在国际舞台上 更好的传播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想让世界 看到我们新时代 海军的崭新面貌